大家好,我是奶茶 今天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次的風格抽獎喔 溫暖燈光節呢,大部分都是屬於家具類的 這次呢,一樣有這個載具,但是是熱氣球 速度呢,是2,跳躍力有3喔 像之前活動的熱氣球啊,跳躍力只有1.8 速度的部分呢,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跳躍力 它上升的幅度呢,就沒有很高啦 像那個冰淇淋熱氣球呢,也是一樣的 跳躍力也只有1.8喔 剛好在廣場有遇到這個熱氣球 給大家看一下,它上升的幅度其實很高喔 然後在移動的過程中呢,有這種像猩猩的東西飄下來 這邊呢,就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整體下來呢,我覺得蠻漂亮的 接下來呢,看一下它的機率 熱氣球跟翅膀的機率都只有1%喔 我們簡單看過一下有哪一些東西呢 有這個亮晶晶的翅膀 然後是大型噴泉 這個呢,是月光椅子 還有這個星光裝飾 再來是蝴蝶結的裝飾品 燈光節入口 雪花屏風 這個屏風只是沒有雪花而已 然後是這個拱門 還有燈光節斜屏風 最後呢,是露燈 這次呢,是由莉莉來分享她的抽獎 因為奶茶本身呢,比較少在佈置這些東西 然後這一次的熱氣球跟翅膀其實沒有太特別吸引我的地方 首先,莉莉先示範的是單抽 第一抽抽到了雪花屏風喔 接下來呢,換第二抽 是這個蝴蝶結裝飾品 再來第三抽 第三抽又是蝴蝶結 然後換第四抽 這一次不一樣了,是這個斜屏風 接下來莉莉就是一次十抽囉 我們看一下她十抽會拿到哪一些東西呢 雪花屏風一個 哇,又是一個雪花屏風 這一次不一樣了,是這個星光裝飾 哇,怎麼又一個星光裝飾啊 這一次換成噴泉了 哇,怎麼又是噴泉 這重複率好高 這一次換成月光椅子囉 再來抽到了這個露燈 再來抽到了這個露燈 又一個蝴蝶結 又是一個斜屏風 莉莉抽到以上十個東西 最後呢,再一個單抽 哇,抽到了一般的屏風 接下來呢,就是我到莉莉家給你們看一下這些家具的大小 那我人物的體型呢,是一般的體型 月光椅子的部分呢,就是坐在這個月亮上面 這邊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再來呢,是這個雪花屏風 那它上面的雪花呢,是會轉圈的喔 這一次燈光節的所有東西呢,都是會發光的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在講廢話 再來呢,就是這個露燈的大小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大一點 原本以為它很小的 像旁邊的斜屏風呢,也是 近距離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還蠻大的喔 再來呢,就是這個沒有雪花的屏風 那我的人物呢,站中間 這樣比較好比對它的大小吧 接下來就是這個噴犬跟蝴蝶結 蝴蝶結呢,也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原本想說這一次的家具很多都是那種小小的 結果沒有喔,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那晚上看噴泉的樣子啊 這個像水柱的地方是暗暗的 早上的樣子啊,它的水花就會有顏色喔 但我這邊沒有試過不同燈光水柱的顏色 是不是也會改變 如果你有試過的話,也歡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喔 最後呢,就是這個星光裝飾 這樣子跟我人物比對啊 就可以發現它非常的大 而且呢,還有這個星星飄下來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這樣大家應該都知道家具的大小了吧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加訂閱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